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回音,因為我的喇叭正在開? 沒有,OK,聲音很好 就可以了,但你收我的聲音是否OK? OK,沒問題 即是你聽我的聲音都OK的 很清楚,很清楚 樣子有沒有黑? 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我樣子有沒有黑? 沒有,非常帥 現在發的就是FacebookLive的連結 現在是這個嗎? 沒錯 這個了吧 Facebook了吧? 沒錯 真的有了 又要麻煩你了 你如果早一點發的聲音就好了 臨時急發的聲音就會比較麻煩 有了 2669中海物業 對,沒有了 這隻物館股會比較落後一點 對,沒有了 各位林Sir的粉絲 就等一等 林Sir準備好 將Facebook分享出去 讓大家朋友都可以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了 大家等一等 有沒有人進來? 有 有 好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東周投資會 這兩天 香港港股真是好炒得 北水又猛猛升 湧進來 恆子今天再次迫近了30,000點的大關 差一點 破不了30,000點 收市就報29,962點 但成交連續兩天已經突破3,000億 阿林Sir 今天 他就說要給六隻 2021年必買的股份給大家 各位林Sir的粉絲 記住 坐好聽聽阿林Sir說哪六隻 今年一定要買 阿林Sir 先說第一隻 第一隻 我相信 看我的節目的人 一早都知道了 從你不足的時間 來買這個比亞迪 這個比亞迪仍然成為我 2021年的必買股之一 因為最重要的是 整個板塊 你看得到 其實踏入了第四季之後 整個板塊都是升的 那它那個升起是哪裏 你看回譬如很簡單 未來 美國的電車股 在2020年 升了1,1812% 1,1812% 這個未來 股價升得很瘋 所以整個板塊都是受惠於未來的大勢 我所說的大勢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來說 中國都很積極發展這個叫做電車股 德國也是的 德國也是政府的政策 會兼顧到業界 給很多優惠他們 製造多些電行車股 希望慢慢慢慢取代這個叫做石油車 一時就知道那個污染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踏入了這個2020年 二十八年 我都多次在那個平台上都說了 我預期 拜登是一定會贏的 那拜登會贏 為什麼會令到這個板塊好呢 其實你看回很簡單 看回你之前那兩屆 那個政府的時間 除了這個特朗普 在任那一屆 因為特朗普在任那一屆 對這些電油車股 其實它是資助他們的 對於那些叫做環保新能源的辦法 它呢 你都不管你的 不資助你們的 但是它支持兩屆的民主黨 奧巴馬的時間 你看得到 奧巴馬呢 它是民主黨 那麼它都很支持這個環保能源 這個業務的 所以你看到 在大約十年前 其實美國都興起得很厲害的 例如說 FIRST SOLAR 我想炒美孤的朋友知道 哇 在僅僅不夠兩年過 一年半左右 那股價是升了一千多百分 那這些就是太陽能 光復股的板塊 所以你現在看得到 特朗普下台了 民主黨又再上一場了 還有它說明的 拜登 在他之前已經說到 他一上一場 要做些什麼呢 他一定會加入 巴黎天氣氣候協議那裡 就是和歐洲都是共同的方向 就是做一些新能力的業務 令到那個環保的污染就是減低的 那你既然說要加進去 那你自然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要跟回歐洲的一樣 那所以呢 如果跟回歐洲的一樣 你一定呢 對很多的 比如電能車股 太陽能板塊 一定是大的補貼的了 那這個呢 在競選之前 已經說明了 所以如果你買它贏 你就一定要買這個板塊贏 你看看 拜登贏了 贏了之後呢 跟著一個月之後呢 他就公佈那個月選案 用扔2萬億美元出來 支持這個板塊 哇 2萬億 是在用4年的時間 扔出來的 那你看到 震撼性是多大 將來這幾個板塊的股份 真的會有很長時間的 那所以呢 除了比亞迪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9600了 那我發現信義光能呢 都是大家 剛才我聽我說完解釋之後 都不需要再問了 是吧 因為他是做這個太陽能 這個光復波的板塊的 你看看 在10年前 Fresh Sola 升了成千幾百分比 那你現在 拜登上完床之後 又再推行這個政策了 有什麼辦法 不會受惠呢 所以 比亞迪 和信義光能 是必然的選擇 那第三件事 我講到 那些人問我 喂 但是那隻廣氣又不是 你記住 廣氣現在在賣車 是賣每一年 200萬部 但是200萬部來說 裡面 只有很少 是電能車而已 而電能車來說 其實呢 它都是抹著其他人做的 它抹著哪一個呢 就是抹著 蔚萊 蔚萊今年 升了多少個百分比 2020年 升了幾個百分比 升了1,112個百分比 那它抹著蔚萊 所以有一間新公司 就叫做廣氣蔚萊 廣氣蔚萊 廣氣蔚萊 現在在中國 正在賣這個電能車 千萬不要以為 廣氣只是賣這個石油車 不是 那還有一種消息 如果大家有留意 三個禮拜之前 廣氣發了一個 是有少少壞的消息 這個消息是什麼呢 它和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 是和它夾粉做過電池廠 那這個呢 本來應該大約在 上年的年尾12月 或者今年的年初 是做好的 那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它呢 這個項目呢 可能要去到 今年的第四季才落成 但是那個廠房呢 就已經封了頂了 那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說起呢 它對於這個投入 燃營車這方面的步伐 一點都不慢的 它比這個東風快很多 東風為何慢很多呢 因為東風它廣文說 要將它去A股 上現市之後 在A股集到它的資金 才去發展這個電池車 哇 有很久了 對不對 人家說起都已經做了 還有寧德時代 做這個電池廠 2018年尾的時間 已經廣了 那所以 今時今日 你東風思話做呢 你辭了它兩年了 那所以 在這些叫做 舊有的電郵股 車系之中來講呢 我覺得 講起集團呢 是最能夠跑得出 就是拋棄了 就是以前的包袱 是進入電車時代的一個 被人看小 或者忽視了的公司 那所以 這一隻就是我 第三隻的必買股 那第四隻呢 就是其實 2845 2845呢 其實 他呢 除了包括了這個 比亞迪之外 就是1211之外 還有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1772 1772 1772呢 就是這個 張豐李業 張豐李業 我可能不是讀張字 我一時不記得 應該不是讀張 金豐李業 沒錯 金豐李業 除了金豐李業之外 他還有呢 在A股的叫做 寧德時代 再加上兩隻很大的 鋰電池的公司 所以 最近的新聞 你不是看得到 就說 廣氣 又說 石墨希電池 電池車 做出來了 後來又被人否認 其實現在電池的技術 大家是競爭得很厲害的 例如比亞迪 是刀邊電池 寧德時代的 三元里電池 所以 另外一個 又叫石墨希 但是 你明明知道 整個版塊一定會贏 但是你又不知道 哪個電池會贏 如果你買錯了 某個電池 將來它不行 那你就輸了 但是如果你買整個版塊 你就贏了 所以 2845就是整個版塊 包括很多電池廠 你買了它 你就沒有去 你一定贏 只不過 那個幅度 就溫和一點 就沒有 如果你買中一隻 就升很多 就沒有這支國際上 另外一隻 電池809 道理就是一樣 它也是 在中國很多的 光屬太陽能晶片股 的A股 整個公司都在了 所以 你如果是相信 拜登沒有騙你的 他一定訂二萬億美元出來 那你就買這隻 一定沒有走雞的了 那 最後一隻 就是2669 第六隻就是 中海物業 那麼之前 兩個禮拜之前 中國 五大部位都已經發出了 聲明說 不許 中國的物件公司 可以做一些 其他的產業 包括什麼呢 就是 樓宇買賣產業 那樓宇買賣產業 那樓宇買賣產業來說 你不要想著 一個小的產業 你算一算數 你就知道了 在香港 我們 樓宇買賣 但是 無論是沽家 和買家 各人給1% 在大陸 不買家 大陸給2% 有些可能給2-5% 那你想一想 就當4% 加起來 不要5% 4% 那你普通一層樓 300萬 一層樓 4% 12萬 你想一想 你如果屋邨 有些單位 你能夠可以 做得到一個成交 就是買家也是來 你沽家是來 其實為什麼 買家也是你沽家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物業 那些業主 譬如說 他想沽一個單位 他想搬大一點 他很多時候 他可能會走出去 找物業代理 但是如果你在物館 都做了這種事 很簡單 你坐在樓宇 還未出門口 你就跟管理員說 我想買這層樓 然後填裝方 那就可以了 那有人來看樓了 那那個物館 那我就帶他上去看樓 是不是很簡單 包括幫你開店 鎖匙 好過你把鎖匙 放在其他經紀那裡 你就會害怕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用物館公司 去涉及這個 樓宇買賣的經紀 其實是很容易 做得到 而且你不需要請多些人 你本身都要用物館的人 可能你的物館團隊 三十多人 你就請了一兩個 對不對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有一百萬個業主 你現在那個物館的規模 有一百萬個業主 一百萬個業主 一百萬個業主 每五十年 每五十年 買一間物業 或者每五十年 他想去搬大一點 一百萬個每五十年 一個 你已經兩萬間 就是一年來講 是兩萬間 你把兩萬間 你把兩萬間 乘回剛才我說 十二萬 是多少錢 二十四億 你明白嗎 就是樓宇買賣 這方面的佣金 已經二十四億了 未來來說 這些物館公司 喂 是不是那個利益 可以兩級 雙倍 所以這個辦法 我覺得一定穩陣 但是 你看看 就要選擇 因為很多的物館公司 你最重要要注意 就是 哪些人給你一些物館 給你選擇 有些大型的公司 比如說 六八八 龍頭 他媽媽沒有公司 他蓋完樓 蓋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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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慢慢 所以這隻物館 我覺得 在今年來講 越升越有 慢慢慢慢上 矮仔上樓梯 不輸要心急 這隻物館 中海物業 相對其他物館 比較落後一點 是的 對比在碧桂園服務 雅森湖 相對今年落後一點 都值得追落後 是嗎 沒錯 而且他現在的PE絕對不高 千萬不要想著 他說 升了很多 對比之前高位跌下來 他現在 都沒有上回 之前的家鄉價的七成 你看看 第一件事 他的優點 就是 他的債務非常低 是 即是沒有什麼債務 第二 PE也不高 他預期的市場率 PE 27倍 有很多物館股 四十幾倍 第三 就是 他的母公司是誰 他母公司是6800 你覺得他的母公司 是少東西來的嗎 那母公司 他一直不斷建樓 落成單位 給兒子管 自然來說 這個收益 即是復元 年年地加下來 那個規模是越來越大 所以不需要擔心 這間公司 說回 2669的母公司 6800 我記得林先生 你都很喜歡這隻股份 我記得你當時 他因為給了美國 就是擔心給美國 搞他 他跌下來 你也叫粉絲買 沒錯 這幾天反彈了不少 很厲害 反彈了很厲害 5元 差不多20元 現在 繼續持有他 還是要止賺呢 你想想 大約三個星期之前 他穿了15元 但現在的20元 一來一回 就彈了3% 是啊 僅僅三個星期不夠 就彈了33% 短途來說 我覺得 是有點過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和前日 昨天和前日 今天和昨天 兩天 都分別 是一支大揉足升上來 還有 還留下一個很大的 重升的裂口 所以 超賣的情況 是嚴重的 既然升了這麼多 我覺得 有機會 這一兩天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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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 沒有追到的朋友 突然之間 你升了33% 你現在去追 我都於心不忍 等他回落之後 你再追 如果你真的急不及了 有些設施 你怎麼買貨 你先買二六六九 二六九 沒有升得這麼厲害 沒錯 所以 不需要這麼急去追貨 如果你三個星期前 15元 你都不買 現在你20元 又去追貨 嚴格上來說 低的話 你便會沽 高你日南 輸定的 行指升到目幻點 你也是輸的 就算行指跌到一萬點 你低你日南 高就沽 就可以了 所以千萬不要反其道以下 說到高沽 我記得林Sir 早幾天 在廣棄 剛剛出了食物器電池那一天 突然爆升了 差不多成幾兩成 林Sir就 立刻叫大家沽貨 是啊 如果有今的投資者 應該也集不少 這幾天他回落 連續回了兩天 之後今天就升了一點 現在這些價位 值不值得再追下去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價位 你看看圖很簡單 星期五 一支大洋燭 好像火箭標了上去 沒錯 你接下來說 星期一一支陰燭 星期二一支陰燭 星期五一支大洋燭 上去是破了一年的高位 但是 第二天 其實未到第二天 即未到星期一 星期六已經有消息出來了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廣棄的CEO 那個董事長 他說的話 就是有關於他這兩個電池 其實是假的 是騙人的 所以呢 連續說了兩天 星期六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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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一支陰燭 回來了 第二天 即是昨天來講 又再一支陰燭 那我自己覺得來講 雖然 他說的話 是有一點點假 但是又假不完 你千萬不要誤會 他說的話 是全部都是假的 其實 他說的話 是真話來的 大家誤會了 他說的話 這是真話來的 但是真話之中 是不誠實地解釋的 因為他呢 將兩個電池 說出來 一個電池續航力 又一千公里 這個是真話來的 不是假的 第二個電池 那個快充呢 就是什麼呢 八分鐘 可以 充電到八十個百分點 這個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你呢 散回了 以為這兩個電池 是一個電池 沒有可能的 因為如果這兩個 這兩種的特性 是成為一種電池 講戲不是八個幾的了 講戲應該三十八塊的了 現時世界上呢 這兩種特性的電池 是成為一個電池 是不存在的 沒有可能存在 後來工資都澄清 它一種是兩個電池 兩種不同的電池 就放在兩種不同的款式裡賣 但是如果你誤會 以為這個電池 又可以快充 又可以一千公里呢 這個世界上 雖然沒有這個電池發生 所以這個是一個誤會來的 雖然誤會而已 但是 很多的工額 跌下來之後 你要想一想 就是說 喂 它今年 今月做不到而已 不是代表它 第二次做不到嘛 還有你要記住一件事 它 這個電池 不是說 即是深度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這個技術呢 2005年都已經發明了的了 這個發明家是英國人來的 這個發明家呢 叫做什麼名字呢 我剛才也在看的 英國的發明家 叫做Andrew Andrew Green 是英國發明家 他發明了這個電池之後呢 2010年就獲得駱惠語獎 所以這個技術 就不是說 是很新的 不是 是已經發明了 其實 每個國家 每個車廠都在研究這個電池 但是為什麼 星期一 想一想 星期二想一想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可能 兩個星期前 美國有一個股份 又是同樣的 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這個股份 就叫做Quantum Scale Quantum Scale 就是QS QS 就是哪一個是金主呢 是微軟的標記 它是金主 那Quantum Scale 它一直 其實 微軟 買了它之後 它呢 作一個叫做 Backdoor List 就是GX上市 一向升 是升了500% 600% 那一向去到大約 兩個星期前 突然說 啊 它發現這個固態的電池 續航力 是很強的 也都是差處 是什麼呢 是8分鐘 可以 是80%的了 那但是 如果要做到 整個電池 什麼時候呢 要做到 2025年 說完在2025年製造的電池 股價當日就倒塌了40公斤 你能看到,你做電池是做到的,它沒有騙你的 但它沒有告訴你幾時做到的 所以你需要時間 是的,你需要時間 因為最重要是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一個快充的電池 就是把很多的能量大力地很短時間迫入電池 自然會牽涉到很多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個電池在這個電池裡面是成功,是可以的 不是表示它可以賣 而且就算它是成功之後,什麼時候量產呢? 量完產之後,是否馬上可以放在車裡使用呢? 這也需要時間的 但你起碼看得到,說起它說 今年的12月應該可以量產 變了它的時間是否比微月標記的QS更快呢? 所以你不可以說這個港氣,玩完了就不是 其實有留意新聞的朋友,有留意我的WhatsApp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兩個星期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北京市政府若見港氣的高層 有關於港氣未來 港氣未來就是什麼呢? 美國聲吐,媽媽都不認得那些未來 和港氣一個合情的公司,大家佔45% 在中國註冊了,就用來賣這個電池車 所以港氣未來的電池車正在賣街的 千萬不要以為現在要做,不是 它正在賣街的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新聞,就是說 其實港氣未來的總公司 很希望找一個地方落戶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城市都要去談它 不如你搬來我這個城市起床,為什麼會這麼好呢? 你們看一看 給阿迪當年,他在深圳落戶 深圳的市政府說免費的地給他 接著呢,公司的稅務 這麼多年就是免稅 還有一件沒你的電池車 深圳市政府還要倒貼 去補貼你,給那些消費者買你的電池車 所以很多的城市都是爭槍給優惠 就是引這些電池車來走他的公司 就是落戶,成為他們的總公司所在地 所以北京市政府約談了他們 一定是在說這件事的 當然啦,世界上沒有保證的 談不上,但他都會落地的 談不上,他就去浙江落地 談不上,他就去四川落地 但是就算他落地 他一定是選擇一個最優惠的條件落地 他不會選擇一個最差的落地 優惠的條件出來 到時候公佈地又免費 在公司上可以免費你幾年 這個就是好消息 還有公司說明了 農曆新年之前 他會公佈這個消息 所以現在你買回來 你就等農曆新年 又公佈這些消息 又包上去,你就還給他 賺利是錢 賺錢就是這麼簡單 只是四個字而已 就是高呼低撩 你低不撩 你一高的時間,好消息 你就跑去豚腸包山 你看看星期五那天 賺到10.8元 然後就下來了 那你搶包山的 所謂何事呢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在 等包山倒下來的山腳 你撿他 等到翌日搶包山又飆上去 你就還給他 對不對 永遠來說 高呼低撩 就算他行跌到1萬點 你也是賺錢的 但是如果高撩低伏 行跌到20萬點 你也是公司的 是的 林Sir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不過我見比亞迪配股的消息 就是現在市場 市場現在做全 比亞迪將會節約9% 配股36億美元 大概配股價是222元左右 222至228元 這個是市場存的 港交所未見有公佈的 有這個消息如果真的根據這個數目去配股 明天開始之後 怎樣部署好給亞迪這股份 我相信他會跌少許 如果真是 現在全而已 不是真的 如果真是配股 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 給亞迪來說 他也有一個債務 他也要擴展電池製造能力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真的拿到這麼大筆的資金 對於他來說 是一支強心針 他這次如果真是配股的話 這個金額是多過 那些中概股 中概股去美國的電池公司 尤其是比亞迪 其實他最重要的策略信股 就是股王不菲達 所以有股王不菲達在位 再加上就是配股的資金衝著 所以未來的發展 需要什麼擔心 起幾大個廠 起全世界最大的廠都能起得到 所以配股對它 是一個好消息 當然了 因為有折扬 當然來說 你不要幻想 折扬9% 我就在配股價那裏 就是罵得到 你是罵不到的 除非你拿著 比如說你拿著1億 那你配股配售的時間 也會越來 如果你是散戶來說 就不要幻想 我這個配股價可以罵得到 罵不到的 如果接近到這個配股價 2-3% 我相信產股價湧著進去 你未必低價買得到 如果它真的220元 228元配股的話 是不是大約230元的位置 就很罵了 我相信233元我第一個就衝進去 或者我230元也衝進去 好了 希望來講就能夠拿到 如果是希望的消息熟悉 就非常好 大家密切留意著它的公佈 因為現在我看到港交所 是沒有披露的 但是內地的傳媒已經說 它準備配股集資 另外175的吉利 你又看多少 其實175吉利也有去投資電能車的業務 很多人都不清楚 吉利未曾可以發展電能車的部份 其實吉利也有的 如果你小心點留意 其實寧德時代和吉利也有合作 做了一個電磁廠 電磁廠大約在2022年才完成 所以它的時間上 是比這個港氣 起碼都要慢是一年以上的 所以吉利來講 他除了做這個電磁廠 這個合營不是只有他自己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他跟外國做一些合營的電能車 可能就是外國出資 他又負責生產 所以綜合性方面來說 吉利也挺廣泛的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 吉利每年現在生產的汽車 是不夠港氣多的 港氣的數量比吉利更加多 還有一件事 你現在看回有時候買股份 我們要看就是 你的P-book有多少 你的日價有多少 你有沒有抵抗 你如果看吉利 他現在日價是說 P-book是三點多倍的 但是港氣現在大約來說 都沒有什麼日價 都是一倍的 所以如果要搏 我為什麼不搏一個 一倍的日價 那隻股份 我只是搏一個 P-book是三點五倍的股份 所以如果要我選 我當然選擇這個港氣 比吉利更好 記住留意一下林Sir所說的 不如搏一隻吉利 不搏一隻港氣好一點 沒錯 吉利的P-book 就真的 估值相對港氣比較貴一點 另外有觀眾想問一下林Sir 三百六 中石化 很久沒有人說的 這隻股份 最近反彈了不少 沒錯 你覺得反彈完美呢? 今天也要回一回 你要記住一件事 三百六的業務是什麼? 三百六的業務就是電油 中國來說很多油站都是他們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現金流極強的公司 但是未來的油價對它不利 因為它早幾年來說 牽涉了很多上油的石油業務 油價低迷 對它的資產都有一個減值的作用 所以早幾月前 有人說 哎呀跌得很慘 三個四、三個三 會不會罵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想著它將來收一個定息 是會不會罵的 因為當時來說 你如果買它 你收息就說 收九里幾十厘利的 所以你看一看 當時如果是三個四 你買它 就算你收不到十厘利也好 但現在你對比股價 你其實升了差不多十六、七個百分子 即是未派息 你都已經升了十六、七個百分子 以一個我們所說的 Fixed Income 的理念來說 其實你升了十六、七個百分子 我就不會再貪你將來收息了 記住一件事 未來的環境 是電油車復展給電能車淘汰 這是大趨勢 不能改變的了 這個趨勢的年份是甚麼時候呢? 很多外國的專家都計算得到 大約是2024年 在2024年 就去到一個叫Turning Point 這個Turning Point 就是說電油車 全世界的用電油量 將會見頂回落 有可能呢 早一點點 可能是2023年 就是說呢 整個地球用的石油量 去到2022、23年 而見頂了 未來呢 是一路下落 一路下落 下落到甚麼時候呢? 你記住四個字 是直到永遠 所以你看一看 用電油量 如果一路慢慢慢慢下落 你在中國將來的油站 有時候有萬間油站 電油開始不流行 你那萬間油站怎麼辦呢? 這個呢? 你要想一想 除非你想要將油站 改為充電站 那就有機能了 否則你還要抱著石油 是死定的 我相信死定的時候 是等同於上一年 三星石油 是期貨的 是長時間投行的 大家記住 未來都是新能源的時代 有觀眾問1919 中遠海控 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過去也反彈了不少 由上年年中已經彈了上來了 還有什麼再去呢? 如果有再去 一定是機緣煙 就是拜登上完之後 之後呢 必須呢 是會跟中國的貿易方面 有一個好轉 大家記住好轉 如果它沒有什麼好轉的說話 仍然呢 是一直以往的 這個股份 現在的股價呢 就不值得持有了 因為這個股份 其實股價一直上升上來 就是預期了 未來拜登上場呢 中美的貿易關係 一定是吹暖風 一定是和暖了 所以未來 如果拜登上一場之後 半年都不和暖了 那你這個股價 是一度呢 已經拘捕了 所以自然一定會回落 現階段這個水平呢 是有一點點風險的 就是說 如果拜登 在未來來說 沒有這麼快 他對於中國的貿易方面寬鬆呢 他的股價是有壓力的 還要快的 如果你說 捱得了兩年之後 他的股價可能獲回 7-8元 絕對不出席 是呀 密切留意著中美貿易的關係 這位剛才寫 那麼 想到時間關係呢 我們再答多一隻 就近來都幾炒得的 沙士概念股 是8083 中國有賺 沒錯 今天又爆上了1成3了 那麼目標都看了多少呢 有沒有說可以升到什麼位置呢 不單單單他 其實2013年也是一樣 和他一樣的正式升法 沒錯 其實上升 我只覺得 暫時 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不值得追他 因為兩隻 都是升穿了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線 顶線 顶線 所以 其實 有一隻股份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有少少類似的業務 这是ETF来的 就是中国云计运算 中国云计运算是2826 2826其实我半年之前也有提及过 当时我叫做2845一买的 所以如果中国有赞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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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的说话 如果你真的仍然看好这个版块 你就买这个2826 2826来说都有类似因为它属于云计算是类似那个行业 所以大家的行业是类似的说话 你不如买这一只更稳定 第一它升幅没有那么多 还有来说它是整体性一间大的企业 包括很多企业的 你知不知道包括多少企业 很多人都不知道 腾讯、美团3690、阿里巴巴 只有这三天都占了差不多三成 所以你买它我觉得是稳定的 好了,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途中林Sir给了六只必买的股份 刚才记住要撒一撒货 好了,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和林Sir先分享拜拜 拜拜,林Sir 拜拜,谢谢